春节在即,一只名为梦龙的北极熊来到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,与土著北极熊近景相亲。 梦龙是一位高大的帅哥,来自俄罗斯。 1月31日,记者在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内的北极熊馆看到, 或许是因为初来乍到,梦龙显得有点胆小,凡是小心翼翼,特别害羞,一直不愿下水,与他的大块头有着极大的反差萌。 至于饲养员陈静介绍,静静目前对梦龙是排斥的,当饲养员为梦龙食物时,静静会在一旁发出不开心的叫声。 如今还不能让他们共处一室,亮兄在确定成为伴侣之前,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与磨合。 我们梦龙是来自俄罗斯斯的,然后一个比较暖的一个大帅哥啊。 然后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呢,是母熊对他比较有强烈的那种抵触感, 做一些吃醋的事情,比如说抢食物啊什么都会有的。 陈静告诉记者,梦龙曾多次试图接近静静示好,但是每次走到半道就被傲娇的静静叫停。 不过梦龙脾气超好,不跟静静计较,希望两位早日擦出爱的火花。 为了他们俩在一起呢,我们平时呢会做一些,比如说进食啊,一起进食,同时进行投胃。 对,然后尽量的呢,让他们在前场的时候,母熊在外面,然后公熊就放在比较靠前场的一个笼子,让他们中间呢会有一些交流。 据悉,北极熊跟多数动物一样,喜欢在春天寻找伴侣,繁衍后代。 其妊娠期为195至265天,每胎通常为两只。